香港會容易說自己的教育制度 填鴨色,不好 但我們不要妄自非博 我的意思是外國那種放空 你自己來學習吧 它是否沒有缺點,不是的 我舉個例子,如果你要寫一篇好的文章 所有中文老師、所有英文老師都會說 第一步永遠來自… 你不要說抄襲,但一定是模仿 所以香港的背重有它的重要性 但只不過不要過了就好了 其實連香港大人本身壓力已經很高 所以我們不只是看小朋友 其實本身大人的壓力已經很高 最近也有一個精神科研究 小朋友的情緒穩定 我們也要看看他有沒有五行 所謂的五行就是他有沒有新鮮的空氣 或者他雙腳能否接觸到土地 因為你不要小看雙腳接觸土地 雙腳接觸土地,然後慢慢感受 其實可以放慢我們的呼吸 從而幫助我們輸壓 所以我們更多在大自然中生活 其實對小朋友的情緒管理是好的 經過一輪填鴨色的吹菊 我們帶小B體驗另一種 完全不同的學習環境 這裡沒有課室、沒有供課 沒有迫步板 只有花草樹木和原始的大自然生態 好了,各位小朋友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草地很大嗎 是嗎 對,這個這麼親身大自然的地方 很大蚊子 很多蚊子,對吧 你喜歡嗎 不喜歡嗎 但你們喜歡在草地玩嗎 喜歡… 有不同的東西,好嗎 對 但有甚麼要玩呢 我們有新的老師 他叫野人老師 我們一起歡迎他,好嗎 給掌聲歡迎我們的野人老師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快跟野人老師大招呼吧 你好… 野人老師 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有見過嗎 沒有,因為我在山上生活 你們有人住在山上嗎 沒有,所以現在認識一下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很多 在山上高,帶來自然玩 很開心的東西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我們出發吧 準備玩吧 好… 對我來說,自然教育 其實是一個順著兒童發展的 一個方式的教育方法 就叫自然教育 我們是順著小孩的天性去做的 而不是按照我們的課程 或是大人的期望去設計內容 教育小孩的方法有很多種 我暫時不用學習 不過對現役的家長來說 這是切身的問題 簡直令他們頭痛又失眠 很難看 其實我們今天想談談 關於香港的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比較敏感的問題 算嗎 希望大家可以給你們老實的答案 不要給我上電視的答案 你們會否滿意香港的教育制度 會否呢 馬上突然打架回頭 聲音有否經過特別處理 我想很少說全部都會滿意 不如說說甚麼 對香港教育制度不滿意的地方 聽說有些國家 是小孩七歲才開始拿筆捨字 我不知道是否 但我在想 如果這個地方是我的地方就好了 覺得喘喊字 長大後慢慢學會翻譯 創造力、想像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們的教育制度很不同 家長與家長之間是比較的 你女兒將來越少學去哪裡讀 我以為就在那裡 那間不是樂隊一,不行的 他們的英文很差勁 不是,找回英文學校 其實小朋友不知道 我去哪裡?我是讀書的 我坐在那裡 我去哪間學校坐在那裡 是嗎 那究竟是一個 可以滿足很高分數的小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很好的 我突然說快樂的小朋友是好 你們怎樣去握這把尺 我沒有這個勇氣成為家長 我覺得香港的考試很主宰生死 分數 令家長不自覺地跌入循環 我做的所有事情 我要準備好他們成功 其實很大機會 他做完所有事情後 他未必得到理想得到的東西 他經歷了這個過程 他當中也更加不開心 最終也沒有你想要的後果 你會育成一個怎樣的小朋友 我覺得這個我們需要反思 在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 大人、小孩也挺辛苦 如果轉換方法 不知道又是否適合所有小朋友 這是我種的鑽鑽草 甚麼是鑽鑽草 站著吧… 這裡就是… 看著藥人老師 就是藥人家的鑽鑽草 你捉得很開心 我也想要 很厲害 你們覺得你們的兒女 更適合放任式嗎 是國際學校的那種學校 還是現在比較傳統的 催谷型的學校 以我認為 我的女兒不能太放任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放任人 如果她回到學校 還沒有甚麼規矩 我想她連學校也沒有進入 可能已經離開了 直接離開了 吃草 可能… 對,老師 可能我始終是一個 中國人的思想 我覺得有禮貌、仁義道德、孝順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我覺得是基本的 一定要學習 但傳統學校偏向會較多 德行上或守規矩 一定要排隊、坐也好 坐得很好 這些他們會較多 某程度上可能會覺得 要這麼嚴重嗎 小朋友幾歲而已 不用坐到,像鐵板一樣 但如果你把她放在國際學校 可能很充滿 趴著上課,老師又不說 總之你開心就行 我又覺得不行 怎樣拿捏到中間的位置 香港有那麼多學校 不可能全都學習了那麼多學校 但以我的認知 真的很難找到平衡位 對 正當家長們煩惱如何教育兒女的時候 小B們將會做一件 她們從未做過 而父母也未必敢讓她們做的事 好,現在每天小朋友幫忙找50塊樹葉 還有50條樹枝 50… 好 找到之後放在自己的位置 我怎樣可以數這麼多 50… 差多少條… 50… 我怎麼可以找這麼多 有些可能找樹枝 有些專心找樹葉 自己找,走遠一點 遠很多 到處找 你找找嗎 我…不可以 這個,先試一下 細枝有嗎?這枝行不行嗎 不行 不行 太大枝 找一塊 不要弄傷 手很骯髒 你們每天有三個磚頭 把磚頭圍著 然後把樹葉、草放在中間 堆到它漲漲 然後我畫火柴在旁邊 畫完之後就放入小洞裡 這樣就有火了 有同老師就… 看到很漂亮嗎 畫在裡面 然後我們的樹枝不要丟進去 我們要輕輕放進去,知道嗎 如果要丟進去 是否就關掉了 對 所以不要丟,知道嗎 完全顛覆了小朋友 不可以玩火的概念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教的 這是塞煙 不可以玩火,但可以生火 加油,不怕,很害怕 慢慢來點火 手指放遠一點就可以了 握著火柴 加油… 溫柔一點放進去 否則…有了… 你很好 預備,加柚的樹枝進去 對,加柚的最柚的 可以把樹枝放進去 繼續加進去就行了 很好,你很溫柔 繼續說 成功了… 很好,你怕第一次生火 加點雞 不要再在這裡,吹一下火 你試試,如果你想 用力了… 然後退後 不退後 他這麼蹲,姿勢很少 青蛙 今天早上吹了 他蹲得很厲害 我甚麼都不怕,我不怕 我不怕 待會看看你 誰呢 我女兒,我不怕 Junice,你跟媽媽有信心嗎 沒有… 懂得怎樣弄 她自己點了… 有否做了 拿起手吧 先放下一點… 對,這個貓曼的 先放下… 我很害怕 有信心嗎?阿希、爸爸媽媽 應該不太行 不知道 加油… 再加兩次… 加油… 再加兩次就成功了 不要推,老師 你畫得很好 差點多畫手 差點,但沒事的 你一定會放手 你之前有畫過火柴嗎 沒有 你畫得很好 對 對 今天早上我們在學校玩比賽 下午來這裡玩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玩 這裡 為甚麼 因為可以認識一下蟲 在這裡你還學到甚麼 點火 你熱的時候會喪手,對嗎 對 加油 很好 加油 阿希 對,真的很厲害 你畫得很厲害 你真的要憑自己畫出來 看到嗎 看到 對,做得好 記得這個經驗 待會跟爸爸媽媽分享 知道嗎 很厲害 好嗎 很大… 給我一分 我猜得很大 我覺得這個環節是贏的 至少他贏了自己 我猜不到 例如他生火的時候 他真的一下身 這些當然是很客觀的結果 但首先他不怕火,肯做的那一刻 我是很驚訝的 他們學到這些形式的東西 真的會記在心裡 真的… 他不是文字上的硬記 因為他真的體驗過 他有開心、享受 這些他們真的會記住 我試試這些 會令我的手比較乾淨 我想把他弄乾淨 所以我要搓這些衣服 我覺得學校應該有學校規矩 是對的,老師說得對的 沒理由上一堂 騎上一張椅子 是真的不對的 因為會騷擾其他人 但我覺得以一個家長的身分 我覺得其實這麼小的小孩 有些好奇心是對的 適當的時候會發出來 他這麼小的時候 我就要教他,要拿捏 甚麼時候可以,甚麼時候不可以 今早溫習開心點 還是過來這裡玩開心點 過來這裡玩 為甚麼 溫習有多少分開心 來這裡玩有多少分開心 我學校有0分 這裡呢 這裡100分 100分?為甚麼 因為我喜歡點火 吹吹吧 小心 行了…很厲害 我今天學到不同的植物 還有他們的特性 還有我關火 我覺得這裡好玩 因為這裡很有趣 野人老師這裡 還有我們今天早上在學校做問答比賽 你喜歡哪一種比較多 這裡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這裡比較樂壺 其實他也有參加過一些大自然活動 他也會很放鬆、很奔放 他會說多了很多他自己想說的話 跑跳也會 我知道如果到了大自然或玩的一刻 他覺得會放鬆、玩 他就是這樣 他就會在這一面 小邊們經歷過沉浸式的學習體驗 立即又有新東西等著他們 這次輪到小朋友最喜歡的運動會 換好運動裝備,就快點來集合 集合,快點 早安 早安 精神… 恭喜你 好,點名字 好,赤藍 夠 Mona 夠 希希 夠 Yunus 神恩 夠 小善 Kyle 夠 Miguel 夠 好,到齊 好,今天出來郊外 我們來到這個運動場 知道要好一點氣氛嗎 你運動場是來做甚麼的 運動… 聽不到 好… 好了… 夠了… 做運動,平時運動裝備很重要 你看我今天的雙鞋 這雙鞋可以配合腳型 又有足弓承托 除此之外,我還準備了衣服和褲 都很適合做運動 那我們宣誓吧,好嗎 好,交給Shirley姐姐 我… 我… 接下來說你自己的名字 Shirley… 在此宣誓 在此宣誓 會超級認真 會超級認真 參加今天的… 香港小B運動會… 做一個有… 體育精神的運動員… 好,結束,做得好 好… 體育精神是甚麼 我覺得真的很博大精心 但以小B的體育精神 我們希望… 別說甚麼有儀第一,比賽第二 但希望他們盡子全力去參與 然後不會去傷害對方 雖然有真正的心,會全力以赴 但他們也不是以攻擊人 傷害人或善人 出貓去完成這些比賽 好,現在我們要開始第一個團體賽 怎樣玩 黃組和粉紅色的組 待會要派五次的代表 你們有四個人 你們待會自己溝通 究竟哪一回合是派哪個代表 每一回合就派一個代表 在這個箱裡 包紙的 你輸… 抽一個 你不要進展 第一次去,然後第二次出貨 第三次我去,第四次 然後…就Morning 給姐姐,可以嗎 可以嗎 明白嗎 明白… 八個小B分成兩組 黃組隊長Miguel 隊員有新一、Monna和卓藍 紅組隊長是小線 組員有Kyle、HeiHei和Yunice 團體賽會有兩個比賽項目 Miguel隊和小線隊 你們現在決定 第一回合是派誰出來的 第一回合… Kyle,你不要做第一個 搖… 好 Kyle和新一抄 Kyle拿到的是搓手翼 我有 而新一拿到的是… 毛巾… 毛巾搓手翼 好,站好就行了 我跟新一抄襲了… 我沒有… 新一去…Monna在這裡 3、2、1… 加油… 加油… 加油,給你看 加油… 很厲害 加油 新一,一支線… 你追不到他 新一如果跑來也追不到他 第一回合… 剛才新一就是… 11秒,我拿到毛巾回來獲勝 所以第一回合就是… 王隊獲得一分 太好了… 但Kyle也很快,差幾秒而已 不過你也拿得對 這就是搓手翼 一起… 好,第二回合 你現在隊派是誰 Chuner… 小線隊派是誰 Chuner… 你… 我先問問,家長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嗎 這是甚麼 聽不見了,我們在這裡 聽不見 是甚麼 甚麼 帽子 沒有… 沒有… 好,數3、2 你們妨礙了他們,你起跑 冷靜一點 好,3、2、1… 太陽光… 太陽光… 說吧… 太陽光 太陽光… 很漂亮 好,太陽光,還有不合的 好,我們是第三回合 Migel,第三回合拍誰 威娜 威娜 拍哪個小線,Yunis Yunis 交給姐姐 我們的手不夠長… 對不起… 我剛才… 一定要收起來 好,你的手夠長了… 不好意思 我細小線 Yunis… 聽著吧 功課簿 功課簿 功課簿… 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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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數3 看不到,說出來吧 3、2、3、2、1… 好… 好厲害 我需要… 要甚麼… 我要脫下 好 快點,快點 我沒有玩 全都不會有玩 不知道是Yunis,你做甚麼 有了… 快點… 很厲害 她跑得很正規 很有體育精神 好,剛才Mona是先回來的 所以還是王隊獲勝 但因為功課簿真的很難找 我相信鞋子一脫就有 功課簿也有難度 所以這次就兩邊,很厲害了 今天不用跑,對吧 第四回合,Migel派誰 自己… 好,小線派誰 風箭 你的是發達湯 發達湯… 3、2、1,加油 快點… 嘻嘻 發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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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3、2、1 嘻嘻就是快一點 所以這次就是粉紅色大獲勝 很厲害 很厲害 好,小線最後一回合,派誰 是誰 我跟Yunis Yunis和Hei Hei一起包剪鎚 我們一起 好,Hei Hei和Yunis包剪鎚 包剪鎚 所以是Hei Hei 最新 所以這回合就是… Hei Hei和新一的對決 我現在也不要緊 好了,Hei Hei 你這個是… 甚麼 甚麼 加油… 對… 你們要做太陽眼鏡 3、2、1… 加油… 3、1… 加油… 10秒… 10秒也不用,9秒20 9秒 Yunis,加油 加油… 加油 我不知道為何要摺這張襪 這是新襪 這是太陽的媽媽 太陽的媽媽 新的… 新的眼鏡和襪子我也會看到 這不是襪子,是臭襪子 對,但是剛才是新一塊的 為甚麼我不是很開心 我會再加一點… 這個襪子比較難 我看我不是很開心 為甚麼 因為他會多分一點 你們別不開心 我看到你們每一個 已經盡力比賽 每個人在我心目中 都是第一名 但是下一集 好像有更多哭哭的場面 你為甚麼想不通 神經病 為甚麼這麼瘦 神經病 本來最後第四關 我跑得這麼快 第五關就不好 可以去黃組嗎 你去黃組,好嗎 不要,我要希希去黃組 不可以 總之我們倆別跟她做朋友 謝謝